阿根廷遭高温袭击 阿根廷当地动物园 为怕园内北极熊难抵高温打算为他搬家 中山气温高达39摄氏 当地传媒报道园内年老的北极熊 阿兔罗受高温影响精神 为肥不振 虽然院方已加装冷气 又扩大楼内的水池面积让阿兔罗降暑 但他见况情况越来越差 阿兔罗是阿根廷唯一一只人工饲养的北极熊 现已28岁 当地舆论要求政府尽力拯救 其实去年10月 动物园同门多撒环境部门曾研究 将阿兔罗移居到北半球居住 更曾邀请加拿大的专家到访商议 但环境部动物园专家担心 阿兔罗不能支撑长途飞行 计划已再拖延 Enews美女主播综合报道 报纸过时了 用Enews.com读买 咱们 1400M 奖短 优优 2 个 老